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推出一些很特别的 不管是镜框还是镜片 最常见的大概这三个 什么负离子眼镜 什么自动对焦眼镜 还是说什么镜片会影响脑波 听起来很神奇 好像是多了不起的科技 到底这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底是真的有这个科技还是噱头 那在这边我应该保持比较一个 中立客观的角度我们来聊 因为说真的负离子眼镜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没有接触过 所以你要叫我很准确的说 它到底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真的不敢讲 这个自动对焦眼镜 我说在正好有一次是 我妈她去买一个东西 正好有送一支 送一支所谓的那种 自动对焦的那种老花眼镜 然后我就拿来看了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每家厂商都一样 正好因为她送给我妈的那支眼镜 它盒子上真的就写 自动对焦老花眼镜 其实我有看了一下那个镜片 它其实就是一个多焦点的镜片 所以那个自动对焦 就是说它镜片的上面的 远式的度数正度数比较少 越往镜片下面就越多 那这个叫自动对焦 我觉得这个言过其时 就是说你如果老花比较重的人 就往下面看就会比较清楚 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这种东西你如果没有对眼位 没有不知道它的镜片光学设计 我觉得在实用上在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是不OK的 因为像我就跟我妈讲说 你戴在看嘛 她说戴上去 哇整个都模糊的啊 拿什么自动对焦 然后什么影响脑波的镜片 我们这么说 我不能用很准确 很斩钉截铁的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逻辑思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以镜片来讲我们举个例子 像全视线 在我们都知道全视线 它是一个变色技术 但是在全视线之前有没有变色镜片 有啊 但是差别在哪变 以前的变色镜片 它是毛料变色 全视线它第一次它开发出的叫做变色膜 它是只有一层膜是会变色的 也就是说它是镜片的表面变色 那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是毛料变色 像近视度数比较深的人 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 变色不平均 因为镜片的边缘比较厚 中间比较薄 就会有旁边比较深 中间比较浅 再来呢 变色的速度也比较慢 那全视线它出来了 第一个变色均匀 变色速度也比较快 那像这样子的技术 就是一个对的变色技术 所以各大品牌全部跟进 所以现在新推出的变色镜片全部都是 变色膜变色 表面变色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像多焦点的镜片 以前有老花的人 可能就是也是双光嘛 那可是它是只有远跟近 对不对 然后呢 多焦点 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所以呢 各大品牌相继推出 不要说我们眼镜业 譬如说 像近跨 我们在讲镜片除外的镜框好了 从日本的Titanos 它第一次做出了纯钛的镜框 这个金属材质在镜框上是好用的 因为第一个 轻不腐蚀 对不对 是不是全世界跟进 所以像现在 纯钛的镜框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其他行业呢 像最有名的 我们眼镜之 我们讲到我们眼镜最需要去崇拜的神 贾博斯 他用了全触控的智慧型手机 以前是按键式嘛 对不对 然后要转智慧型手机 我最早期有什么 有Nokia有推出智慧型手机 还有很以前也很有名的黑莓机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全世界都是什么 全触控 这就是一个对的趋势 一定是会全部都跟进 那如果你发现 这个好像你上网查 负离子眼镜 全世界知名品牌没有人做 就有一些 好像是类似船只 以前叫船只 现在叫微商 对不对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公司在推出 那我们就可以思考 它是不是一个OK的东西 因为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的 有用的 那全世界这么多做进框的公司 怎么没有什么人做 对不对 我们可以朝这个逻辑思考 去去想 这个就会很类似什么呢 就常常有一些连锁品牌 他们会有一个自己品牌的镜片 那就有常常会有 也是有网友问我说 那这个品牌怎么样 我就说 还是说这个品牌 是不是真的是怎么样的一个 是不是世界知名的品牌 我就常常说 我们问Google大神 其实你把这个东西 你上网查一下 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是 好的OK的 我相信你会搜寻到很多资讯 而不是少数 真的很少很少人去用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子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有一个东西 它听起来很神奇 不知道真的假的 上网稍微Google一下 如果说你搜寻到的资讯很少 那你可能 可以稍微 那个衡量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 可能 它是不是只是一个削头 是不是 这个我保持保留的态度 但是我们可以以这个逻辑思考 去朝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去思考 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是可行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以目前我们看 镜片的发展到现在 如果说是有发展出对的方向 其实真的是 全世界这些知名品牌 各大品牌 真的都会跟进 从变色镜片 驾车镜片 多焦镜片 这些 我们可以从这个逻辑思考去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 当如果你觉得对这个商品有疑问 Google一下 看资讯是不是全面性的 还是只是很单一的一个项目 应该就可以大概略知一二 希望这个影片对大家 在遇到一些比较感觉很神奇的商品 可以有一个帮助 这个绝对不是只有在演进 我相信 各行各业 各种类型的商品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去做一个逻辑思考 谢谢各位